來 接下來這位呢 也是我們那個 很厲害的一棒 對 全球百大DJ 來 欣蕾 出場走秀 我發現女生都喜歡 搭一個白襯衫 對 是不是 白襯衫就是可以讓 這個整個質感 厲害 遮一下 對 我有那種展 那種若隱若現的感覺 對 若隱若現還滿好的 來 為什麼會選擇這一套來參賽 因為這一套它是比較 偏夏威夷的風格 然後是一個運動品牌的 顏色很漂亮 因為女生可能會比較喜歡 有設計感 就是可能花紋多一些 然後這個罩衫也是比較特別 對 這邊有一個這個 它可以扮穿 然後旁邊有個轉 細節 所以這個罩衫是妳自己的 對 是我自己的 OK 然後妳喜歡這種分段式的 分段式 因為我之前的話 它可以三穿 就是它的袋子可以交叉穿 去綁綁在脖子後面 對 或者是 環繞在這邊 就變成是一半的那種 很性感的這樣 所以妳是真的會下水的那一種 對 我真的會下水 這個就很方便下水 因為它其實本來就是一個 運動品牌 所以它很 它比較牢固 對 它的布質是比較方 所以就算跳水也不會脫落 因為我看它的 我知道這個品牌 因為我心裡有關心理的點 就是說這個瓶子要漂亮 然後要有安全感 然後最好是運動品牌 這樣子妳做一些膚淺 或是妳喜歡的運動 它可以比較有安全感 對 OK 這套應該會贏得很熱烈的回響 那這樣子我們也是要幫自己拉票 那有時候一個人拍有點孤單 我們現場有三位猛男 妳就是芭比娃娃 他們就是肯妮 對不對 妳可以任選一位呢 跟妳一起做那個共演 一起做泳裝的演出 不曉得這三位呢 妳的腋下如何 姓芸兒是誰 可以請書宏 妳也知道要挑出來的 書宏 妳看妳的臉 書宏 害羞 遮不住的喜悅 玉琳哥 我想為自己爭取一下 我想為自己爭取一下 妳的優勢在哪裡 跟妳排音 剛剛說那個星雷他是DJ嘛 不然我來撈一段好了 來 撈一段 準備 我不是猛男 我是饒舌歌手 還沒沒看到我都會跟我揮手 墨鏡以待 誰都不愛 但是星雷你肯定除外 他們打棒球 一個帥哥 一個渣男 另外一個胎哥 他們只想貪圖妳的美色 只有我珍惜妳的美時美刻 好 好 那我選他好了 我先講喔 要不要換咖啡 妳千萬不要把他當作 他說他是一個普通的墨鏡怪 他是大嘻哈時代 這個台灣算是很頂流的嘻哈 饒舌歌手 你是不是覺得 我們是從路邊拉一個人來 沒有 我覺得也可以跟他拍 滿喜歡的 爭取成功耶 我跟你講 那你這樣不公平 蘇宏蘭 然後就不會嘻哈嗎 來 蘇宏蘭 剛剛星雷他有講到重點 就是他剛剛Rap非常的好 對 但是我覺得一個要身為拍照的人 來 身材是絕對要好的 我的天啊 來 來 到這邊來 身材是要絕對要維持 才可以去跟他趁多來一起拍照 而且要有海邊的風格 那你可以露一下腹肌嗎 沒有 上次是有 置入業配是有錢的 好 你不能露腹肌沒關係 我特別推薦蘇宏 因為他是我們所有來賓當中 擁有 那你 施展魔法 讓他更的更亮麗動人好不好 來 蘇宏 施展魔法 是什麼 是什麼意思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我不知道耶 告訴他這是什麼 我是盟學員的盟騎士 他們一個戲劇作品 有看過盟學員嗎 有 有 你們都沒有看過 只有家慶看過 我看過 你看過 我那個年代 我那個年代 好啦 順了故意為了 少一下字我們只能選一個 來 你決定 最後的 最終決定是 才華 你在那邊搖半天 他只是搞了一個明火幽靡 那你可以邊搖捨邊回座嗎 謝謝 今天我真的很開心 能夠來這坎比基尼 雖然最後沒選到我 慢慢會躲的位子去 可愛… 還是有機會啦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家裡 還沒有出場 看今天一整集錄下來 會不會有人選到你 來 準備了 好 我們拉票時間擺出 最美麗的姿勢 這個拉票時間結束 我可以肯定 一定有一個人 不會投你們一票 那個人叫做 小咖比 好 來 Take 1 有有有 這樣感覺就有了嗎 因為這個主題是CP感啊 對…有有有 來 Take 1 來 Take 2 來 來更強烈的CP感 我看那個星蕾來當導演好了 對 星蕾你導一下 書紅有夠不可靠的 對 書紅你這是 OK 好 這比較屬於 你拿那個棒子有點猥褻 來…要訂一個卡來 好 這個可愛 可… 那個棒子不要 那個棒子扔掉 對…很好… 好 來 第三 出大決了 真的是非常養眼耶 掌聲鼓勵 駿南美女 對 可以… 掌聲鼓勵 Siam老師講一下 Siam喜不喜歡 很好看 因為它的膚色配這個顏色 也剛剛好 而且這個品牌 其實它的顏色也有單色的 因為如果說你上圍是豐滿的女生 像這個顏色 就你想要學有一些花布的 這種顏色比較柔和 很亮 對 不過千萬不要選那種 什麼大花 那種大紅的大花那種 可能上圍看起來會太突兀 他這個就掌聲鼓勵 對 好像青針無敵這樣子 而且他們DJ其實也有一些 派對是會有灑水的對不對 或什麼 對 Yuma妳有參加那種派對 我明天剛好要去韓國參加 就是S2的演出 對 S2 他們就會穿類似這樣子去放歌 對 我覺得很好看 對 安全的 好看 然後同時又持用的 對 相信三位男士應該不會有 不一樣的意見才對 來 圈插 三位男士來 請舉圈插牌 請舉牌 一致通過 通通過關 小卡比 說說你的理由 真的好看 小韓覺得 我覺得好看以外 然後再加上他剛剛有提到 他那個是有三種穿法 對樣性的那個 是很實用的 實搭 對 非常非常棒 而且他那個白襯衫 其實是專門穿比基尼在穿的 真的 他這是有玄機的影 他這個就掛在上面 他不是一般的白襯衫 就是正好讓你若隱若現 很好看 又方便讓他播歌這樣子 好 大家一致非常看好你 我個人覺得你今天多慣了 希望非常的濃厚 對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欣蕾 謝謝 第六位也是重磅級的選手 我們歡迎準備了 芽芽出場 安全就是夏威夷風 夏威夷風 對 長得也像夏威夷土著 土著 人家就是很接地氣 你為什麼越搞越黑 因為我會去潛水 我其實很喜歡潛水 然後腳還傷 可是今天就是 我要介紹衣服 對 你介紹 其實你本人是白的對不對 真的 然後這個上衣就是 演員她上一個 上一個節目 她應該借我 對 因為她 然後我的上一個節目 晚借她 聽滿好的 就是因為她是黑色 然後我剛好今天也帶了一件 黑色的泳褲 我其實今天本來 沒有要穿的 只是很多女生穿這種 很多繩子的這種 其實很不好 不好帶 就是很難綁 對 然後就很容易就是 脫落 對 所以我原本只想要 考玉琳哥 她會不會拆跟綁出去 所以我就多帶了一件 上衣是運動內衣是不是 對 我現在很努力地介紹這套 就是如果女生 要出去玩 動作比較大的話 穿這個比較安全感 對 然後為什麼我會搭這個 是因為 我們是折起來的 喔 所以說 這樣 所以說搭一下 比較不會露餡這樣子 滿健康的啦 這樣子 妳是會下水的那一種嗎 我會啊 因為我很喜歡 潛水啊 潛水 衝浪 對 衝浪潛水 然後深淺症照我都OK 那妳搞戶外運動呢 對啊 所以我很黑啊 那因為我比較害羞 我不太敢露這個肚子 所以雖然她是 我是穿三角的 但我就是會用這個裙子 稍微折一下 OK啊 我覺得不錯的 Sam老師你覺得 我覺得太 太多東西了嗎 它是同一套嗎 不是 它自己搭配的 因為其實比基尼最忌諱 就是上半身跟下半身 是不同元素 對 對 穿起來就很奇怪 OK 對 然後她單瓶 拆開來看是可以 只是說她的外照又有點 跟她這個衣服有一點衝突 對 我覺得她 不同風格 我覺得反而 蘇蘇這一套如果她穿色 滿好看的 對 我覺得你也可以走歐美風 小賣色歐美風 我們還是要為自己拉票 所以我們製作單位 準備的道具是六千元 為什麼是六千元 之前有個故事對不對 對 因為大家知道我之前 就是在網路上拍短影片 對 然後因為玉琳哥那時候 我是在那時候認識玉琳哥的 對 那個 再不瘋狂就等死 對 然後那時候 我們的團員有不要料 就是我們一個月折六千塊 一個月折 對 然後這件事情 大家都覺得滿好玩的 所以我今天就是要 不瘦這些臭錢 OK 因為其實我穿成這樣 我有點邀請小咖啡 跟我一起擺姿勢 好啊 咖啡又是妳的臭錢 妳是她嗎 我不認識她 但我覺得她的臉很拽 跟那個金香料 好像很適合跟我一起不瘦 對 不瘦錢 妳不瘦這六千塊 那妳這樣表現出 不瘦的樣子 妳要拿錢打她的頭 我現在那種 好 真的 來 來 雅雅 她雖然不是拍平面照的料 但是她就盡量 好 我們盡量 你們這個好像是什麼 月母娘跟月父要出現 月男情緣 四十萬 對 有 對 態度很好 態度 來 打她頭 然後弄她下巴也可以 對 還有 炸在她頭上 喜感 喜感 還有喜感 歡迎男生們 圈插舉牌 來 OK就OK 不OK 就大膽的說不OK 好 這是比賽 這不是來交朋友的 來 OK還是不OK 請舉牌 來 小韓妳在呢 小韓是缺還是差 我是缺 我其實滿喜歡她下半針的 這個裙子若隱若鮮 對 我喜歡她下半針 你品味算特殊喔 對 來 我們言論最具有 勵志性質的 來 蘇宏 我覺得她的膚色跟各方面都很健康 可是她就是 對 所以我覺得她今天穿得很大膽 她真的是穿黑色的 純黑的那種比基尼 帶點金色 然後那種細肩帶的 我覺得她一定也是非常好看 對 蘇宏 對 蘇宏 這也是很高興的